油脂均匀的三层肉在石板上滋滋作响 这就是用建造房屋的石板做的石板烤肉 石板烤肉要好吃 猪肉必须仔细挑选 必须是猪的后腿肉才行 而且颜色也要对 后腿肉会特别的有嚼劲 肉质也会比较Q 猪肉切片后急速冷冻 再用特条酱汁烟泡入味 这是美味关键的第一道工序 烤肉的石板是一种页炎 能够平均受热 从侧面看 这种烤肉的石板只有薄薄两三部分 所以可以烤肉 不像西边的石头太硬 如果一加热就会马上爆开 这种石板如果加热过度 也会层层裂开 所以只能加热到大概70度左右 但也正因为如此 石板烤肉的时候 肉不会马上熟 而是慢慢地从外面熟到里面 加上石板表面有细腺的空间 可以吸附油脂 所以肉烤起来不会油腻 非常适合拿来烤山猪肉 反观铁板温度高 容易加热 但烤肉是表面却容易焦 天然石板没有添加任何的花旋涂层 烤起肉来具有天然风味 这也正是石板烤肉好吃的秘密 石板上放上一片一片的山猪肉 火跟肉不用接触 用小火慢慢地去烤 这样它的肉质不会流失 石板烤肉激起的火气最是诱人食 这也成为了石板烤肉 所欢迎的最大咳嗽